就在近日7月30号 美国海军圣安东尼奥级船屋运输舰第12艘 劳德戴尔堡号 在佛罗里达州正式举行了服役仪式 只不过呢 与之前的11艘不同 该舰只能说是低配版的圣安东尼奥级了 那么为什么又称其为低配版呢 美军又为什么要降低对该级舰的要求呢 是国会老爷没钱了呢 还是技术不达标呢 别急 大兵马上开讲 我们想要知道劳德戴尔堡号为何被称为低配版 我们首先要知道原版的配置 圣安东尼奥级船屋登附舰是美国海军新一代两栖舰艇 该机舰是集合了坦克登陆舰 货物运输船 船屋登陆舰 船屋运输舰四种舰型功能于一体的战舰 综合能力是极为强大 该舰全长208.5米 宽31.9米 极限航速22节 最远航程可以达到7000海里 能够搭载两部LCAC气垫登陆艇 或者15部先进的两栖登陆载具 除了船员外 还可以搭载720名陆战队员士兵 在总体设计上 圣安东尼奥级早期采用了类似伯克级驱逐舰的倾斜式轻质核心围杆 后来又改成了先进的风罩式围杆雷达系统 把包括SPS48E对空搜索雷达在内的收发天线都藏在了由FSS频率选择材料制作的AEMS塔状外罩内 不仅大幅增强了隐身能力 还能避免装备受到海水的严害或者外物损伤 而且呢 该级舰艇拥有高度的隐身造型 舰上各种装备也都尽量采用隐身设计 大幅降低了雷达截面积 此外还致力于降低红外线等其他讯号 圣安东尼奥级的上层构造分为前后两部 前部船楼包含了舰桥 前部AEMS围杆 以及一号烟囱等 后部船楼则是包含了机库 库房 以及后部AEMS围杆等 两船楼之间的空隙则有两侧的咸墙包围 中间形成的天井空间能够来停放小请 再加上侧面受到咸墙的遮蔽 能进一步降低雷达截面积 相较于之前的两栖舰艇 圣安东尼奥级是注重减少有军岸上设施的依赖 以此减少人力需求降低作业成本 提高独立作战能力的同时呢 保留了未来改良的空间 特别是舰艇本身的自卫能力 根据早期的设计 圣安东尼奥级配置由海麻雀ESSM 与MK31Block-1拉姆导弹 构成的两层式近程防空导弹网 其中射程较远的海麻雀ESSM短程防空导弹 以四枚装艺管的方式 装填于舰手的两组八连装MK41垂直发射器中 总共可以装填64枚 至于射程较短的拉姆导弹 则是MK15密集阵进破武器系统的取代者 装填于舰上的两具 21连装MK49导弹发射器中 其中一具安置于舰桥前方左侧的平台 另一具则位于直升机库上方右侧 不过呢 首舰圣安东尼奥号 目前并未配备MK41垂直发射器 可能是考虑到必要性不高 以及节约成本的缘故 另外美国海军为了对付接近舰体的小型水面目标 比如敌方炮艇或者是恐怖分子的自杀快艇 还为其搭配了两门MK46 30毫米机炮 以及两艇MK26 0.5英寸机枪 其中MK46机炮分别位于舰桥前方 以及直升机库上方左侧的平台上 两艇机枪机炮分别位于左右两弦 可以说火力极为强大 那么性能那么强的圣安东尼奥级低配板 都删减了哪些设备呢 作为Flight 2型过渡版本的劳德戴尔宝号 相比较于圣安东一型 虽说舰体外形方面没有太大改动 但是原版的综合一体化桂杆却被取消了 圣安东二型替换为了轻型核心桂杆 最初的ANSPS-48E三坐标远程对空警戒雷达 圣安东二型也换装为了与滨海战斗舰一样的TRS-3D雷达 与此同时 圣安东二型的两栖作战指挥功能及设备也直接被取消了 毕竟在美国海军两栖作战的舰艇中 并不一定需要船污登陆舰去进行作战指挥 其实在圣安东尼奥级早期的设计中 就想使用与伯克级驱逐舰类似的这种倾斜式轻质合金桂杆 以便容纳ANSPS-48E雷达 从而避免雷达受到海洋的各种情况的腐蚀 并且提升舰体的隐身能力 因此将天线放在了塔状外罩内 这次修改其实更像是按照预定计划实行的 不过也有消息曾经传称 第二批次圣安东二型使用的普通桂杆 也是无奈之举 当时美国的一体化桂杆 由格尔夫波特船厂下属的 透波复合材料生产研究中心负责制造 在此之前 该船厂还曾经为诸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提供产品 不过由于诸姆沃尔特级的建造数量 从32艘减到了3艘 导致格尔夫波特厂 对制造一体化桂杆的投资打了水漂 该船厂在2015年就倒闭了 再加上美国也没有第二家公司 能够生产这种一体化隐身桂杆 使得圣安东二型不得不采用传统的桂杆 此事并没有得到美军官方的印证 此外在舰体构造上 早期的大型机库被修改 圣安东二型改换为了小型机库 缺点就是不再具备搭载 MV-22鱼鹰直升机的能力 同时由于圣安东二型 舰体中部的突击艇 封闭收纳段设计的改变 改装为了露天存放 导致乌舱容纳LCAC气垫登陆船的能力 也减少到了一艘 从搭载的陆战队员士兵数量 也从800人下降到了600人 而且取消了配套的娱乐生活设施 不过这些设备 以及搭载人员的降低 本身也较为符合 目前战争形势的需要 要知道 无人机等无人设备 才是现今战场的主流 那么美军为什么不再建造原版的圣安东尼奥级了呢 第一就是国会老爷最头疼的成本问题 首建圣安东尼奥号到2005年交建服役时呢 总费用已经达到了17.6亿美元 这还没有算进去 之后为解决各种问题而消耗的资金 总计前五艘圣安东尼奥级的实际成本 达到平均每艘17亿美元的水平 而最初规划的平均单价呢 是只有8.6亿美元 上涨幅度几乎是百分之百 虽然说国会老爷资金充足 但是也架不住这么造呀 大家要知道 1998年服役的好人理查德号两栖攻击舰 成本才11亿美元左右 这可是一艘满载排水量达到4万吨的 直通甲板两栖攻击舰 而现代战舰中呢 相较于舰体结构的造价 舰载设备 尤其是雷达等电子设备的费用 才是大头 以美国海军的拉尔夫约翰逊号驱逐舰来说 成本总约为18亿美元 舰体造价仅为6亿美元 其余12亿基本都消耗在了舰载设备上 不过当时的英格尔斯厂也做出了调整 慢慢改进了圣安东尼奥级的建造程序 从首舰圣安东尼奥号到9号舰萨莫赛特号 建造过程总计减少了200万个工作小时 以及相关的成本 按照2007财年的币值 萨莫赛特号的成本约13亿美元 后来在2012年8月上旬 美国海军又与亨廷顿英格尔斯 签署该级舰艇的细部设计与建造合约 价值约为15亿美元 第二则是该级舰的不断延误 由于本世纪初 美国造建计划管理混乱 时程与成本失控以及监工不良等问题 深深困扰着圣安东尼奥级的建造 使其质量大为降低 并且多次发生了进度落后和预算超支的情况 首舰圣安东尼奥号原定建造预算约为8亿美元 而实际上却耗资了18亿 超支了10亿多美元 进度也严重落后 原定在2002年7月7号服役 但是由于其造船厂的延误 该建直到2003年7月12号才下水 并且下水超过一年后的2004年12月 都还不能以自身动力航行 只好以拖液方式拖到了英格尔斯船厂进行西装 虽然圣安东尼奥号在距离开工的6年以后 也就是2006年12月进入美国海军服役 但是直到2008年 都还没有办法有效的担负执勤任务 第三最为重要的质量问题 就是当时圣安东尼奥号在2005年8月底 由美国海军接收并且驶离船厂 三天后该船厂所在地就遭到了卡特里纳飓风的袭击 使得该舰的测试进度因而受到了影响 之后该舰在接受美国海军进行验收测试时 连续两次没有过关 被迫返回船厂检修 检修完毕进行海事时 又因为右舵机卡死的状况 一度是无法出港 在经过抢修排除故障后 海事途中又发生了燃油回路通风系统故障 导致可燃油气堆积 此外进行直升机起降测试时 也发生了飞行员和甲板引导官之间通信中断的问题 除此之外的一些事故 大兵就不一一细说了 以上这些问题使得美国海军下定决心 要搞出同体型的低配版 就在不久之前 美国海军学会网站7月26号报道称 美国海军将计划本世纪最大扩边计划 根据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的规划 美国将在2045年拥有373艘友人战舰和150艘大型无人作战舰艇组成的超级舰队 这可以算得上是本世纪美国海军最大规模也是最夸张的扩军计划了 而在这之中就包括了31艘大型两栖舰艇以及18艘轻型两栖战舰 至于大量建造低配版的圣安东二型船屋登陆舰 一部分是为了美国海军为了扩边 另外则是为了保持目前庞大的海军规模 圣安东尼奥级的建造原本就是用于换装 包含奥斯丁级船屋登陆舰 安克拉制级船屋登陆舰 与新港级坦克登陆舰等27艘各型两栖舰艇 不过由于圣安东尼奥级成本超过了预期 所以需要分为13艘圣安东尼奥一型和13艘圣安东二型 已经在服役的戴尔劳德堡号和正在建造的理查德 麦克库尔号正式作为圣安东二型的过渡舰 美国海军规划攻击建造26艘 并配合10艘左右的两栖攻击舰 以此构成未来美国海军中两栖作战舰艇的主力 而这本身也是现今美国海军迫切想要的 保持和扩大舰艇数量规模的需要 无论是355艘还是500艘 美国海军舰艇目前面临着舰龄较高 服役时间较长的问题 而新型主力舰艇的成本有一艘比一艘高 因此也确实需要一些成本较低的新舰艇进行换装 众所周知 美国海军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吨位最高 装备最先进的最强海军 目前人数呢 共有50万人装备有11艘核动力航母 36艘大型两栖舰船 77艘核动力潜艇 93艘大型水面作战舰艇 总吨位370多万吨 这还不算那些规模庞大的补给舰队 但俗话说的好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虽然美国已经有了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 但是在补给舰队这块呢 也没落下 其拥有各种补给舰 总吨位超过152万吨 这也是美国海军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阵容呢 可以说是傲视全球 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匹敌 而海军呢 还是美国的心头肉 美国总统在爆发危机的时候呢 总喜欢问一句 我们的航母战斗群在哪里 这句话也体现出了美国海军全球部署的强大实力 而目前为止 美军的舰艇数量还不到300艘 也就是说 美国海军到了2045年后 大洋上飘着的是6艘福特旗和6艘尼米兹旗 一艘50年的寿命 正好可以让林肯号在2040年安稳退役 而在水下潜着的 也不再是我们熟悉的14艘俄亥俄级 变成了12艘哥伦比亚级 为什么扩军后战略核潜艇的数量反而变少了呢 这其实也是因为哥伦比亚级的舰体和反应堆同售 不需要更换燃料 因此只需要12艘就能够满足部署 毕竟俄亥俄级额外的两艘 其实也就是为了东西海岸那俩 更换燃料时的替补准备的 而海狼级和洛杉矶级也都会退役 但现有的佛吉尼亚级只有33艘 也就是说 美军在未来还要将这个数字翻一翻 至于100艘辅助舰船倒不是什么大问题 毕竟现今美国的运输船 移动基地 游轮什么的 全加起来也已经有92艘了 再加上其他各类型辅助舰艇早就突破100的大关了 通过以上数据也不难看出 该计划的侧重点为水下部队 中小型水面舰艇和无人舰艇 这也反映出美国海军对现在舰队构造缺点的认知 在未来战场 即便是水面舰艇丧失绝对优势 但是美军呢也仍然能够确保固有的水下优势 总结来说 这次美国海军建造低配版的圣安东尼奥级船污运输舰 并不是没有说能力建造原版 而是结合了现今美国海军的实际需求 将来随着第二批次的圣安东二型服役 将会进一步提升美国海军的海上运输支援能力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认为低配版的圣安东尼奥级性能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内讨论 如有披露也欢迎各位指出 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武器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 大兵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 想了解更多记得点按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